嗨 大家好 我是小竹口 今天又是我們的情感talk 時間 今天要聊什麼呢 喔不 為什麼總是有人愛劈腿 是你最近自己遇到的問題嗎 我身邊啊 有一個朋友 他跟男朋友交往了很久 他男朋友呢 是外國人 外國人 而且異性緣非常的好 他是外國人的關係 所以在台灣其實一開始會有很多事情 都要依靠我朋友的幫忙跟協助 我朋友他也是盡全力的在幫忙他 所以在這段感情裡面 相對的他付出的非常的多 可是男朋友總是不斷的在劈腿 我朋友非常的痛苦 為什麼有這麼好的女朋友 還要一直劈腿 你有遇過被劈腿的經驗嗎 有啊 我覺得遇到被劈腿的經驗 是還蠻常見的 於是我就自己就總結了一下 會劈腿的人 他可能會有一些特質 導致於他會劈腿 那我總結了十個原因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他有中一個 有些人可能中了很多個 第一個呢 我覺得是那種 內心自卑的人 因為內心自卑的人 他自我價值感比較低嘛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我好不容易擁有了 所以我都想要 他可能會想要透過這樣子的行為 去證明自己 覺得自己值得 像有一個洞他永遠都填不滿 他需要用這些東西來證明 他自己是很值得的 所以他就會把別人的感受 先放在一邊的 那第二種人呢 就是他不了解自己的需求 你有沒有過那種經驗 就是你今天去買衣服的時候呢 這個款式你很喜歡 可是你根本不確定 你到底喜歡哪個顏色 所以你就兜包色 因為他不太確定 他自己要的是什麼 他很怕他做錯決定 於是他選擇 我不做決定 我全都要 小孩子在做選擇 我全都要嘛 很怕他自己做錯選擇 那第三種人呢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種人 他就是很害怕承諾的人 那這種人通常呢 就會發展成海王 他覺得他不擁有的話 他就不需要承擔失去 他就不屬於誰 那通常這樣子的行為人 他不會說 他是有交女朋友的 他可能就是 同時之間跟很多個女生 他不會輕易的給誰承諾 那他可能手上 就會有很多個名單 海王 所以可能就是 都是處在曖昧當中 對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可能是他心中很特別的一個 不 每一個都很特別 就是他沒有輕易給任何的承諾 他就像風一樣 你抓不住他 那第四種人呢 就是愛逃避 愛逃避的人呢 就是他遇到問題 他沒有辦法解決 簡而言之呢 他就是內心有一個懦弱的人 因為他內心很匱乏 就是他遇到問題 他沒有辦法解決 於是他選擇 不解決這個問題 他選擇逃避這個問題 就是譬如說 家裡沒有溫暖 他沒有去反思說 為什麼家裡沒有溫暖 會不會是什麼問題 要去解決 沒有 他就是想說 好吧 那家裡沒溫暖就沒溫暖吧 我就去再找一個 新的可以給我 提供這個感覺的人 但是我覺得 這種人也蠻特別的是 或許他們會覺得 他們是為了在一起而出 就是他想要繼續 跟這個人在一起 但是他能量已經沒了 所以他就要先從別人那邊取得能量之後 他才可以回來 跟這個人繼續在一起 有點像是 去在外面找一些充電的感覺 因為 他覺得出軌呢 會讓他的內心有一個出口這樣 這樣算好還算好 車開太久了 累了沒電了 要充一下去充一個 對對對 不一定要在家充 也可以去外面充 第五種人呢 他就是內心反骨的人 這種人有可能是 他的原生家庭 或者是他帶給他的關係 就是很封閉 自視化 所以就是很告訴他說 你能做什麼 你不能做什麼 他可能被控制太久 於是他就在內心深處就是 發展成一個很反骨的自己 他就會想要條件刺激 可能會覺得 新鮮感也很不錯 而且這種人呢 他們會很享受那種 偷的感覺 貝德感 道德感之外 他就是覺得這種 偷的感覺很刺激 可能跟原本就已經沒有這種 新鮮熱戀的感覺 他覺得偷的感覺比較好 遊走在道德的邊緣 第六種人呢 我覺得這也不能怪他 就是只能說他真的很會投胎 這種人呢就是他條件太好 機會太多 就是誘惑太多 就是又高又帥又有錢 那你能說他不當時間管理大師嗎 就是這種人他機會太多了 他已經擁有了他所有要的一切 他可以擋得了一個兩個三個 但他擋不了一兩百個 而且人都會有脆弱的時候 確實 脆弱的時候可能就 會不小心就 被趁虛而入 第七種人呢是 他不滿足 他貪心 他想要的態度 譬如說 理想對象 或者是我理想的感情生活 要滿足這十個條件 那這一個人他沒有辦法滿足我 單一條件的時候 我就從很多個人身上去獲取 這樣的感覺 身邊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 選擇某一種類型的人當老婆 因為這個人可能會顧家 很乖巧 很好配合 所以他就選擇了 這樣子的個性的人當老婆 但是他想要的戀愛感呢 他老婆沒有辦法給他 於是他就會再去找 另外一些人 可以提供他戀愛感的人 就像我今天要吃一個set 麥當勞的漢堡很好吃 然後摩斯漢堡的薯條很好吃 肯德基的甜點很好吃 那我就每一間都買啊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我理想中完美的套餐 因為他覺得 我在一個套餐裡面 沒有辦法滿足我全部的味蕾 所以我要去每一間店買 他個別最想要吃的那個東西 潘溪 那也有一種類型是 他可能是遠距離戀愛 他想要的是一個精神的寄託 一個穩定的感情 就是遠距離嘛 可是他又很想要一個貼身的陪伴 一個時時刻刻在身邊的人 那這時候他就只好再去找 另外一個對象 去填滿他的這個需求 對 遠距離就是遠水救不了經火 沒有辦法滅他的浴火 這時候是確實是 滿有機會被趁虛而入 我自己就是覺得說 如果自己評估自己沒有辦法 接受遠距離的話 就乾脆不要談遠距離戀愛 我覺得這個是要自身 能夠了解自己啦 因為有些人的確可以談遠距離戀愛 建立在彼此可以信任的關係下 身邊也有朋友他是談遠距離戀愛 然後因為他們彼此都是很需要自己空間的 反而太緊密的 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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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隻貓 掉了 反而是太緊密的關係 會讓他覺得很壓迫 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遠距離戀愛 反而可以提供他比較舒適的感覺 第八個呢是 他比較自我中心 因為他本身比較不在乎別人的感覺 他比較在乎自己的需求 他可能會覺得說 欸 這樣子很好玩 或這樣很刺激 反正無論如何 他比較想要的是滿足他自身的需求 那這樣人就比較自私啊 比較自我 他其實是展現出來是很自戀的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很棒 他覺得他值得擁有這些 所有他想要的一切 他的時間就這麼大 可是他已經把他自己裝到太滿 他已經看不到別人 第九種呢 我覺得是交往前 你就可以去觀察一下 就是 他的生活圈都是這樣人 可能是他的原生家庭 帶給他的觀念 可能他爸爸媽媽是這樣處理他的感情的 在他成長的過程之中 他的生長環境就是這樣 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 或者是長大之後 他身邊的朋友 他的交友圈也都是每個都是這樣 所以當你身邊的人全部都是這樣 你沒有你反而覺得很奇怪 你想要就是 讓大家覺得你跟他們是同一路人 於是你也做了這件選擇 因為你不做反而很奇怪 然後你跟你朋友也沒有共同話題 一群海王 海啊 今天是來到了深海世界 我覺得在交往前好像可以先了解一下 他身邊的交友圈 然後他的朋友 大概是哪一種類型的人 我以前一個朋友 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從小時候就認識的 到了出社會之後呢 有一次我跟他就是約去唱歌 那天去了之後就是他 然後他又帶了他兩個朋友 等於是他們三個同事 他們三個同事一起去唱歌 然後他就帶我去嘛 然後另外兩個男生就各自又帶了一個女生去 然後我就以為說 那會不會是他們的女朋友 沒有 那兩個都是他那個朋友的曖昧對象 但是呢 他們三個人都是有女朋友的 也就是說他們三個人就是 都是有一個交往很久的女朋友 但是他們想要出來玩 所以各自又帶了曖昧對象去 啊我跟我那個朋友完全沒有曖昧 我只是因為很想唱歌 所以就去了那個局 然後去了那個局之後 我就覺得超級怪 我很尷尬嗎 我尷尬到爆啊 我就非常認真唱歌 那天在當星光大道的唱 唱歌我們就開始就玩一些遊戲什麼的 骰子啊什麼的 因為我也沒有很熱愛玩那些遊戲 可是他們就一直 趕快來玩啊來玩 我就想說 我忍得到現場 如果有結局在那邊好像也不太好 也不太給我朋友面子 所以我就簡單跟他們玩一下 然後我就輸了嘛 輸了就要喝酒啊 啊我又不喝酒 那我朋友就在那邊 然後我幫他喝 就好像很MAN那樣的幫我喝 玩完那個之後我想說 欸應該沒我的事吧 可以安心唱歌吧 就這時候我朋友就點了一首情歌 雙人對唱的 通常唱歌的時候不是說 看著那個螢幕嗎 他從頭到尾都對著我唱耶 我就覺得 太噁了吧 我們那個朋友 已經十年的朋友有必要這樣嗎 他就突然坐到我旁邊 他就開始親碰我的背 我就覺得 好噁心 因為我對他沒有那個意思 我們就是很好的朋友 在那個場合 我又很不好意思跟他說 欸你幹嘛這樣子 就有點不太給人家面子了 他跟我住很近 其實我們是可以一起坐計程車回家的嘛 是同一路 結束之後 他就問我說 啊你要怎麼回去 要不要送你回去 我說喔不用不用不用 等一下我朋友會來接我 等到他走的時候 我自己也在坐車回去 超級恐怖 後來從此以後 我就再也沒有跟這個人聯絡 因為我就會覺得 雖然我認識他的時候 是很久以前的他 可是他之後 他可能出了社會 他遇到什麼樣的人 他可能會變成什麼樣的類型的人 因為他身邊的朋友都是這樣 他就會覺得這件事情很正常 你看他朋友都約 暧昧對象出來唱歌 他就會覺得 我不約一個妹子怎麼行 然後結果他約了我 他以為我可能會給他機會 可是殊不知不知完全沒有 環境真的是會改變一個人 近朱者赤 寂寞者黑 真的要小心 第十點呢就是 我覺得是比較是悲情的原因 就是他曾經在愛情裡面受傷過 所以他就不再相信愛情 為什麼我要被傷害 為什麼不是我去傷害別人 這樣也不是很好 還是要回歸到自己 真事情是對的嗎 你要因為你被傷害 你就要去傷害別人嗎 就像是媳婦我要成婆 你當你變成婆婆的時候 你就要去為難你的媳婦嗎 為什麼要把這個禍害 就是不好的觀念 一直傳遞下去嗎 但有一些人 他可能真的曾經 在感情裡面受到傷害 他就會覺得說 原來被傷害是這種感覺 那我不想要再承受這個感覺 那我寧願去傷害別人 我要報復心態 就有點像曹操的感覺 我覺得要談一個 可以走比較穩定 然後比較堅固的感情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可以交心 那交心的重點就是 你要去了解他的深層的內心 他的原生家庭 他的生活圈 他曾經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 你可以透過這件事情 然後再透過他日常 遇到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反應 去了解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就可以推測出 他大概會是一個怎樣狀況的人 就是交往前 互相的了解非常重要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到生長背景 把人家了解到透徹做生家調查 對啊他請偵探 毛利小五啦 對那基本的價值觀啊 或是一些感情觀啊 到的觀感也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談感情的時候 有分兩個派心 一個是日久生情形 然後一個是素贊素覺型 我是屬於第二種 因為我沒辦法拖太久啦 那個是飯都冷掉怎麼吃 像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給我自己一個試用期 譬如說三個月或半年 這段時間裡面 你就不要放太重的感情 一定要很認真在談 重值不重量 他的值是高的 但是他不是很重 不會讓你的心理沉重太多的負擔 所以哪一天就算你覺得 他跟你想不一樣 這段感情的發展 不如你的預期的時候 你放下你也不會那麼的痛苦 也比較不會不甘心 有些人被劈腿 是不是也是有機可循的 雖然我們現在探討的是 劈腿的人在想什麼 可能會有怎麼樣的人 是容易劈腿的 但是不是我們可以 換個角度來思考 什麼樣的人容易遇到劈腿的人 有一些人他就是 不管跟誰交往 不管交到幾個對象 他總是遇到會劈他腿的人 我有遇過 我類似 我覺得這種東西 不應該說 針對性別啦 但是我遇到的剛好就是 一個女生 那他比較容易情緒勒索 當他情緒勒索的時候 男朋友受不了 找朋友訴苦 男生找的對象 又是剛好一個 溫柔相 可能一開始沒有感覺 但抱怨久了 會覺得好像有機會 也讓男生覺得 外面的這一個女生 比較適合我 然後就會變成劈腿 但是外面的那個 也會有他的問題 因為人不是完美 人都有缺陷 跟一個人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們往往只會看到 我們所需要的那一面 譬如說 我在這段感情裡面 我缺少的那一塊 我就會 在下一段感情裡面 我就會執著著找這一塊 去滿足我在上一段關係裡面 沒有辦法被滿足的部分 譬如說 我在這段感情裡面 我可能很容易被忽略 被冷暴力 長期下來真的 心裡會破壞 就會生病 所以我可能在下一段感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了解到我自己 我是非常需要陪伴 非常需要重視 非常需要溝通的人 於是我下一段 我可能就會找的是 善於溝通的 善於陪伴 善於交流的人 但是這樣子的人 雖然看似非常完美 但他一定也有他的曲線 這一段感情裡面 不是看這個好有多好 而是看這個壞有多壞 如果這段感情你遇到下一段 他的壞還是你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那這個就是不代表 他是最適合你的 例如說他三天洗一次澡 你可以接受 雖然你覺得很噁 但是比起其他的 你覺得這件事情好像還可以 那這個就還算是 還可以接受的確定 頂多你幫他洗嘛 泰國瑜喔 還可以增加一點情趣 如果是一直遇到 對象都很容易劈腿的話 有時候真的是 不如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檢討自己是立於自己未來的人生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跌倒了 你就要去看 你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跌倒 我們不用繼續賴在這裡 我們繼續往前走 你遇到下一段關係 下下一段關係 甚至是不是愛情 有可能是朋友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同事 或者是你未來遇到的各種人 你都可以去發現說 我可能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遇到這些人的時候 我未來我可以怎麼樣去處理 就是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好 路走更快 那你覺得分不開的原因是什麼 沉默成本的問題 你在這段感情裡面 你付出了太多 你一旦你付出了超過 你覺得你該付出的 如果我就這樣放他走了 那我過去的努力算什麼 帶著這種不甘心 可能對方的條件很好 在他的世界觀裡面 他覺得這個人的條件 非常符合他心理想要的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太花形 捨不得放掉 我可能在遇不到 比他條件更好的人 還有就是 有太多的 太深入的牽扯太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沒有辦法 那麼的輕易的結束 我覺得總歸一句話 我覺得劈腿真的滿自私的 我覺得可以不滿現在的感情 你也可以找下一個 但是你先解決這個 你再去找下一個 雖然我認為感情就像工作 但是還是有不同的 因為工作可以兼差 但你感情不能啊 那如果選擇原諒之後 該怎麼相處 一定要做好一個 非常強大的心理建設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很像是你身上有一個腫瘤 你沒辦法把它割捨掉 但他還是會隱隱作痛 所以你就要學會 與痛苦共存 但是你千萬不要 因為這段感情變成這樣 你就開始自暴自棄 你要知道你自己人生要幹嘛 然後照著你的人生計畫走 或許等到哪一天 支撐他劈腿的這些條件 都沒有了之後 他會收閃 回歸你身邊 這個是他內心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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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強大的 因為這個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辦的 他有可能是一二十年 也有可能是三四十年 我覺得這有點像 以前的那種傳統婦女 可能為了小孩子人 可是小孩真的有想要這樣子的環境嗎 如果讓你選 爸媽一天到家裡吵架 或者是就是 你就單親家庭這樣子 Ocean的單親家庭 因為至少 你不用活在那種 每天都有負面情緒的環境裡面 單親不代表不健全 單親它只是一個形式而已 就跟你手機 今天你是安卓系統 還是ISO系統 就是不同的系統 可是它不代表它功能不健全 它不代表它不好使 它可能還是很好使用 如果你爸媽是每天這樣子吵架 然後反而還會影響你對於感情的價值觀 然後讓你害怕婚姻 讓你害怕感情 讓你不知道怎麼去愛人 那這樣真的有比較好嗎 情感上的那個價值觀都會有一點偏差 觀念也是會傳承的 你讓他生長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你要他以後怎麼幸福呢 所以為了孩子好 你應該要想想 他怎樣才是真正的開心 怎樣的環境才會讓他 真正的感覺到輕鬆自在 那如果今天選擇不在一起的話 不要因為曾經被傷害過 然後就對愛情失去信心 或者是存著報復的心態 或者是自暴自棄 就想說算了算了 因為其實人生重要事情很多 不一定感情是最重要的那一塊 所以我覺得感情牽扯到 很重要的某一些事情 譬如說如果你未來有機會 要結婚生小孩 那結婚生子就會是 你人生中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事情 經營家庭就很像經營一個事業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你的另外一半就會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今天沒有要選擇結婚生小孩的話 其實那就沒有那麼重要 你還是可以把你的生活中心 放在其他事情上面 那等到你已經培養出你自己 對自己的愛的程度 內心能量的滿的程度的時候 你就會又有勇氣 或者是你又再有能力再去愛人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說 不關於Peteer這件事 被劈腿的人 還有劈腿的人來想些什麼 那今天就到這裡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ام Hawick 錢 заключ 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